美国众运议长裴洛西被陌生男子闯入住家 裴洛西82岁的丈夫还被男子用榔头攻击送医治疗 现在凶贤被美国司法部正式控诉 企图绑架裴洛西未遂 凶贤的伤害跟绑架未遂罪名最高可判处50年徒刑 其实在佩洛西丈夫被攻击当天 美国政府才发布警告 表示其中选举前的这段时间 国内的暴力极端主义正不断升温 佩洛西的民主党同僚也对美国的政治暴力威胁 发出严厉警告 优优独播剧场上的优优独播剧场上 美国前总统川普受到大批极端分子支持 警制单位一再指出在其中选举这段期间 要防范极端分子对政治人物和造势活动的攻击行为 就连全美各地的审务工作人员都在为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好准备 美国的地方审务人员陆续传出有被电子邮件电话或是信函恐吓骚扰 还发生过选民攻击工作人员的例子 现在已有部分省区要求审务人员每两年受训一次 美国司法部表示审举投票日当天还会派遣助理检察官 处理对工作人员的暴力威胁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也会进驻陈美各地 处理有关诈欺跟其他选举违规指控 看来如今不止参审人跟政治家要提心吊胆 审务工作人员都得格外谨慎 欢迎新闻的新闻正好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